OK的,那大家就比較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你看,我們你要拍照的時候 有一些攝影和視財收集 這裡,幾個比較簡單的跟大家介紹一下 第一個叫地標 比如說你拍 那我去拍的時候,我怎麼知道這在哪裡 對不對?因為你是拍影片 你拍照後你也會找一些地標去拍 對不對? 比如說來我們新竹,請問他去哪裡拍? 請問在新竹的地標是在 新竹的什麼地方有什麼地標? 內灣也不錯啊,對啊,至少 什麼城 東門 東門 台北的話是西門 所以叫西門町 那還有沒有? 新竹還有什麼景點? 對 東南 東南 東南要去哪裡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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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都拍到辣妹而已 哈哈哈哈 南寮與長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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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 大家看這幾點 зем 你如果你看彈向去景點比如說 你只是拍那些山 那誰看不出來都十八天山 對不對 所以你可能就要找一些比克拜的激標的 哪裏是能 acres地 Nations 想好像圓的那個 有吗 我印象中好像有 超級olly 所以你要拍影片的時候有一個人知道你要發現它你在哪裡 你可以把這個字幕打出來 如果你可以把它那個地方的拍進去也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第二個這個部分的話可能大家要做 就不見了每一台都可以做 如果你是DV的话 你可以知道 You in, you now,对不对 室内相机也可以You in, you now 可是问题是 室内相机是You in You in, you now 到你要指定的位置之后 你是要按下去 但是因为我们是摄影 所以摄影的话 本身要怎么样 比如说你看看我们这样拍 慢慢的镜头就可以拉近 对不对 镜头拉近 因为摄影机它本身是影片 所以你You in, you now是没问题 可是 室内相机的话 我不知道你们 平常在用有没有注意过 就是你要摄影机拍 假的你摄影机转成影片模式的话 有很多相机 你会发现 You in, you now 不能用 就是不能拍影片的时候 它You in, you now是失效的 为什么 因为那个是它本身的问题 因为大部分的摄影机 它不太能够做You in, you now 甚至光你要你的手机 你的手机 在拍影片的时候 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也是不能决定的吗 可能只能固定那个 就是那个距离去拍 不然就怎样 人前进你后破了 那也是一种方法 只是这样的话就是会比较容易晃动 因为你机器越小越容易晃动 机器越小越容易晃动 就是跟大家讲一下 那有个问题就有跟他了 所以这个你看 这个叫做我们那个叫做 西桶 西桶你们可能就比较少去 比较远 西桶你要 如果调查一下的话怎么办 调查一下的话怎么办 调查一下你要拍影片好带好带好带 会放来放去的对不对 所以你人就可以先跑过去再来拍 你了解意思了吗 好 那我们这样好像要看呢 另外还有什么 你不能拍这也不错 你就说有时候我们出去啊 有时候女朋友出去玩啊 那大家都走来走去的啊 那你也不用看电视频道啊 因为你不要人站在这里拍 对不对 然后他们就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 这样你了解吗 好 所以这个你只要想个方向而已 好想个方向 另外还有一个比较难的就是这个 跟他 请问你有通过狗仔队吗 狗仔队 所以其实有不好当呢 你以为狗仔队只要躺在车 坐在车子里面 负责这样拍就好 没有呢 很多人是要冒险淡淡 才能拍到精彩镜头啊 但是这样的眼界有什么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 你了解意思吗 有时候眼睛有看到 但是相机没按下去 这样也不算啊 好 你不能像那个 像电影一样有没有 把你的机器存在里面 还有没有拿出来 所以 对待的老百公子来说 你不知道他怎么 时候会出现在那里 然后 我的 相机他就知道这个 所以一般来讲,比较像我现在这个给你们看的,这个是去哪里? 去那个花莲 花莲不是海鲜港,那叫海洋公园 那个频道那个才叫海鲜港 那你去那边,这个是那个海湿表演 那边还有海豚表演,跟香港那个一样 你如果第一次去看,你怎么知道他要做什么表演 所以如果你镜头拉得很近,是一下他就跑出去了 所以摄影机跟我们一般拍照跟不一样的一般就是说 你今天你想要捕捉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那如果你晃得很严重,像这个的话 你会发现有些照片是看起来一点模糊 因为它本身就是晃得比较厉害 所以我们从那个影片的画面加下 我们上次我们用过那个KM的画面 Ctrl加C,复制到检贴簿 有没有印象 所以你可以像这样的地方拔掉 可是在你画面换得很严重的时候 他的这个,就会有点点模糊 有点模糊 所以你要跟他的话,就是要注意一下 注意一下他那个,就是 有时候镜头不要拉太近 拉太近的话,你一下就跑出那个范围 那最怕的就是什么? 镜头换来换去的 因为怎么样? 你换来换去的,以后有人在看那个影片的时候 会头晕 你有没有看过人家拍的影片,哪里看他不想看的? 有,很多 有时候我告诉你 很多人很喜欢用DV去拍照 有时候帮人家拍那个婚纱的 就是那个结婚的,就是出去玩的 但是口感他都不看 为什么?一点都不好看 您可以看电视 为什么? 因为你自己的东西没有经过剪接 这是一个很粗的东西 所以等于说,你没有把那个梗 人家讲的政治节目外有梗 你那些东西都没有把它弄出来 怎么会好看呢? 差就差在这边 所以其实,所以跟你比如说一天 假如你是半天也好,或一天的活动 请问,你回来之后 你有没有可能在他一天或半天的时间 的前路床头看你去? 不可能啊 所以还会浪费那么多时间 所以你可以一天假来半天假来 搞不好只剩十分钟,二十分钟 甚至三十分钟而已 所以你要去无存知 你就把它剪一剪 你看我们新闻事件不是这样吗? 开个记者会可能一两个小时 然后上新闻的时候只剩两分钟 所以很多记者移发节目 因为他不这样做他也没办法 我不可能完整还原 又不是现场的那个记者会 所以不算那个林来峰 我们是看现场直接从头看到我 对吧,打球可以这样看 所以这几个大概是比较单刀直入 我们刚刚看了几个方法 就比较单刀直入的 我要拍谁? 就是面对他,就拍就好了 那另外一种,其实我们在电视上电影上常常看的 我把它撑到情境一幕 就是说,比如说你在拍这个情侣好了 直接拍他们人当然也是可以 可是如果你在拍一些海边 在拍一点比较浪漫的 对不对,去餐厅的 再把它带一带他们身上 这也是一种方法 我们常常看到这样子 他可能先介绍一下那边的环境 然后再带到男女主角的身上 那这样子要情境一路 所以你拍的方法 拍照跟摄影 虽然都是在拍 但是因为秀影本身它是拍什么? 犯态的 犯态的 所以你可能要多考虑一些事情 拍照它是交出所谓的瞬间之美 那摄影的话就是 真实的完整呈现出来 比较不一样 好,请问 各位对于这几个部分 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啦 大概比较清楚一点点